好,我們現在呢就來試看看 大家用Google文件 來共比,那你看我們從左上角這邊 從左上角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沒有很多 基本的都在這裡 今天好像 剛好遇到他 又有更新了 Google畫面有點更新,來你看 有沒有繪圖 也有地圖 其實還有一個等一下我們跟各位 簡單介紹的協作平台 這個也是很好用的 好,那我們先看這個Google文件的部分 從這邊進來 好,那因為我現在是在共用資料夾,所以他問我要不要共用,我就按確定就好 OK進來了 那我把這個 好,但是我先把這個網址 把它 分享一下,我來共用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是不是可以檢視而已 所以只能自己用 那我把這個 可以編輯 但是要注意喔 如果老師您是用學校網域的那一種的 預設 像我現在這個,是不是預設只有 學校的可以用 好,所以您要到這裡更多 更多這邊 因為標準的 免費的 只有這三種 沒有中間那兩個 好,沒有中間那兩個,所以我現在就必須要讓 開啟,而且他可以變成編輯 那好了之後我按儲存 OK,我把這複製起來 那現在呢,我就把這個網址 貼進來 我產生一個 P2 好吧 這樣子 那您就把 這個 網址 點進去 就可以一起進來 這裡 OK嗎? 我們等各位一下 現在大家要進來了,那如果您沒有剛剛講的,就是您如果沒有登入Google帳號,就是用立名的 我可不可以把格式換一下 老師有沒有用過兩欄的 有沒有 有的同學想要在這一邊 也可以啊 就是兩欄,不過因為我會覺得如果你是要像 我 剛剛分享的那一種就是 上課報告討論型的那種 我會覺得用Excel是比較方便 因為在這邊的話就 相對比較慢一點 好,那你看這樣子 好 OK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這樣的最大好處是什麼 就是您 除了在這邊,我是不是同時可以看到別人在打什麼 或者說您如果說 OK的話也可以 平常就區分的哪一個區塊 比如說A組寫這裡 B組寫這裡,你用表格的方式也可以啊 好像我們給同學一份什麼 一份那個文件一樣 我插入一個表格 比如說我在這邊好了 對對對,有老師已經幫我插入了 有沒有 A組寫這裡 B組寫這裡,你就把它區分好 這樣也可以啊 每組各有所 該寫的地方 這樣出來之後文件也是OK的 我先把那個 這個 藍的部分 既然 我先把復原回來好了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 比較OK了 聽成兩難的 我應該沒有讓你左右為難 只讓你左右逢遠而已 OK啦 所以其實這樣 應該蠻好 那我們用這個共筆 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那個歷程是留著 剛剛我們有沒有 一般文件 有所謂的 叫做什麼 版本管理 管理版本 請問Google文件有沒有 當然有啊 這是一定要的啊 所以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 查看修訂版本 紀錄 這是最重要的 好所以您可以隨時從這邊 你看我進來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裡 一開始是這樣然後後來變這樣 他說總共有六筆紀錄 事實上如果我們 他 你把這裡打開 把拉下來一點 把這個三角形打開 有沒有比較詳細的使用紀錄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你所做的任何動作他都把你紀錄下來 那這個對我們在討論上或者是 管理上就相對比較方便 相對比較方便 比如說你看我想要看 這裡 當初誰 有改這個 因為他上面都有 都有紀錄有沒有 這個顏色 是誰改的 有沒有注意到 會像這樣子 所以 而且怎麼樣 可不可以隨時回到這個版本 可以喔你看上面 所以這個 差別在哪裡 跟我們一般的文件差別在 請問我們一般的Office有沒有叫修訂 好像叫追蹤修訂吧 類似的功能 類似的功能就是今天誰改了 他就把你紀錄下來 可是我利用雲端的話 不只你可以看我也可以看 那這樣我們更清楚說整個的一個過程 萬一真的很不小心改錯了 我們就可以隨時回去 事實上 我有把這種功能用在我們家小朋友上面 都先從自己家小朋友先實驗 就是 那個 我就請他暑假幫我 整理那個書目 可是因為小朋友剛開始學 不大會用 難免會 我就先把格式弄好 可是他不小心格式弄亂 所以我就 看他弄亂了 我就把它自己打開 看哪一個版本就直接還原 我就比較不用擔心 所以在學習上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 尤其比如說像我們要寫作文也好 對不對如果說我是給同學去寫作文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他的那個寫作的那個歷程 這樣是不是也是一種方式 這個就是有一般Office文件比較做不到的 雖然微軟也有協同的這個功能 可是就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好用 這樣老師OK嗎 記得就是那個分享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權限要變成可以編輯 不然同學就會哀嚎 老師只能看不能答 對啊老師本來就只能看不能答 老師愛秀秀啊 是不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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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